这期要说的是韩国的最大在野党 也是韩国最大的政党 党代表党主席李在明的绝食 其实8月31号李在明宣布绝食之后 编导就说你赶紧要做一期节目了 李在明韩国的最大在野党的党主席 要绝食抗议日本的核污染水排海 我就给编导把日本核污染水排海 和李在明绝食之间的关系完整的讲了一遍 讲完之后编导说哥咋别做这期节目了 做完会被网友骂 时间过去了十几天 我们确实没有做这个话题 到了18号李在明绝食的第19天 李在明出现了脱水精神萎靡不振的 这些症状之后被送到了医院 编导又找来了说哥咋做一下吧 抗议日本核污染水已经抗议到这种程度了 太值得追尽了等等说了一通 我把我过去讲过的话又讲完了一遍之后 编导又说哥还是别做这期节目了 容易被骂 但是当18号晚上我看到网络上一些大V 甚至是头部的大V发一下评论说 太平洋地区所有的人民都应该向这位韩国男人致敬的时候 我坚持不住了要把这期节目做完 这期要说的是李在明和日本核污染水之间的关系 给你答案 没有关系 8月31号是李在明就任韩国最大在野党 共同民主党党代表一周年 在记者会上 他突然宣布要进行绝食 只有非常亲近他的人才知道他有这个绝食的计划 距离他稍微远一点的人都没有听说过 他有这个绝食的计划 就是如此之突然 当时他提出了一些绝食停止的条件 因为在绝食的时候都会要求政府完成自己的一些事情 有诉求 他提出的诉求是什么 他是批评演习乐政府 不关心民生 只是进行意识形态的斗争 所以也必须回归到民生上去 日本的核污染水都排海了 韩国却如此的亲日对韩国国民的健康和安全造成了威胁 所以要求演习乐政府向国际法庭进行诉讼 但是这只是他所举例的 演习乐政府不注重民生当中的一条内容 而不是全部内容 他的头号标题是演习乐政府不注重民生 给政府进行绝食对抗 必然会有一个明确的诉求政府才能够满足你 演习乐政府不注重民生 你让演习乐政府怎么去满足你这个诉求 北深就是非常模糊的一个概念 在韩国确实政客进行绝食斗争的次数并不少 并且是很频繁的 可以说是很多 历史上太多了 最高的记录是23天 1983年韩国的前总统金永酸 进行民主化斗争的过程当中 打下的一个记录 当时是躺在病床上都继续进行绝食 但是这些绝食都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要求政府做某一件事 比如说教师改革 劳动工改革等等 这些很具体的事项 而这一次太模糊 让政府怎么去完成 当时间一步步的在流走 流走的过程当中 日本和污染水排海的议题 在韩国也不是一个热点议题 之后紧接着出现了韩国教师权益问题 铁路工人权益问题 铁路罢工的问题 出现这些问题之后 李在明绝食的附加条件又发生了变化 看不到日本和污染水排海的问题 更多的是要求隐习乐政府 关注民生的社会变化议题 不可能每天的议题都在变化过程当中 你的绝食的条件都在始终变化 这是没有办法进行谈判的一个模糊概念 但是国民力量党还有一个对李在明的批评 批评李在明现在只是把绝食当作一个党箭牌 这个话是要长话短说 李在明现在正在接受着检察机关的调查 涉及的案件包括他做承担市长的时候的 一些土地开发腐败案件 以及他做经济到知识的时候 向朝鲜汇款安排他到朝鲜进行访问的 这样一些涉嫌第三方行为的案件 这些案件都在检察院进行调查的阶段 检察院要向法院去申请逮捕李在明的逮捕令 但是按照韩国法律的规定 国会议员在国会会期期间是不允许被逮捕的 如果要被逮捕的话需要国会首先批准 国会怎么批准那就是全体的国会议员进行投票表决 之前李在明已经有过一次这样的逮捕申请的表决 当时党内的人士大部分是投下了反对票 所以当时没有对李在明进行实质性的逮捕审查 而这一次时间过去了几个月之后 韩国国内的舆情发生了变化 认为国会议员这个民嫌不应该成为司法调查的党箭牌 尤其共同民主党党内的很多批评李在明的人士认为说 李在明的案件涉及的很多 持续的时间很长 明年要进行选举了 不能长时间的党因为李在明的个人问题而产生过多的纠葛 需要李在明站出来去接受司法程序 切割一干二军之后 好为明年的选举做准备 西北大家认为 如果检察厅再次向国会申请逮捕李在明的话 国会会所有或者是大部分议员 投下一个赞成票去批准这个逮捕令 但是在这个时间点上李在明宣布绝食 绝食达到的第一个效果 就是让自己的支持者 贴感粉丝们更加团结起来 尤其是共同民主党 还是韩国国会的第一大在野党 第一大政党 能够控制这一个法案通过不通过 当共同民主党所有的议员 看着自己的党代表 在绝食非常惨的一种状况的时候 还能投下一个赞成逮捕的票吗 这是第一个可能达成的目的 确实现在18号 韩国的检察厅按照原定的计划 认为不应该司法程序被绝食所打断 就送出了逮捕的申请令 现在已经交到国会了 国会下一会期 也就是22号和28号前后 要进行决定要不要逮捕的问题 这个时间就让共同民主党党内的议员们 非常尴尬 非常难办了 李在明这次绝食 或许能够创造一个新的 政客绝食的历史记录 他应该是瞄准着23天之后 这个目标去的 但是这样一个目标达成之后 能够凝聚多少的铁杆粉丝 这是一个关键性的疑问 绝食20天的时间 他的支持率上升了不到5% 共同民主党的支持率上升了不到10% 这个上升幅度给1983年 1987年等等 前总统的那些绝食相比 差别更大了 1983年金永三的绝食 虽然没有能够从政府得到民主化的承诺 但是把民主派的人士实现了完全的大团结 推动了之后的民主化 李在明的这次绝食 能够实现目的是什么 打上大大的疑问 因为明年4月才选举 他能够掌握指挥权到明年4月吗 这是一个大大的疑问 或我看金照 半岛全知道 我是霍霍 霍卫伟